各位观众大家好,欢迎您收看今天的《冷眼看世界》The Voice节目 今天呢是2019年8月14日的金三,现在是当地时间的晚上 本来我是想给大家接着讲民主党总统辩论的这个系列的 但是因为今天突发的一些事情呢 所以我也是心血来潮准备给大家讲一讲Trump对中国发动的这场贸易战的最新的进展 相信大家也都已经看到新闻了 所以我就并不是以一个新闻播报的形式 而是加一些我自己的感想吧 所以因为这个比较是我心血来潮的 所以我并不准备花太多时间来剪辑 或者说写个提纲然后一点点的就是讲 像我之前一样尽可能做的比较严格 所以我就想争取今天晚上就把我做的这些给大家发出去 只是以我个人看法 就是说我在美国看到的这些西方媒体的一些看法 先告诉大家一下今天美国大盘也是往下跌了百分之二点九 这个跟上周一中国人民币贬值破七那一天一样都是往下跌了百分之二点九 这里我说的是SP500的就是标普五百 因为我也买了一些股票呢 而且我大部分都是投资美国大盘 所以我每天对这个股市比较关注一些 我对个股并不是很关注 因为我买个股总是亏 但是买大盘还是比较稳健的 总体来说美国经济还是比较稳健 但是现在已经越来越感觉就是有一种疲软的迹象 而且经济危机这个recession萧条 它有越来越明显的征兆 就是说会到来可能接待一年 或者说最多两年吧 所以今天呢 我为什么准备做这个临时视频呢 就是因为川普又发了一个推特了 大家都知道川普经常发推特 这也不是什么新闻 每天都发怼这个怼那个 但是他今天发的就是比较有意思的 大家可以一起来看一下 他今天上午或者说美东时间的中午 他发的是什么呢 那个时候大家知道美国已经股市已经开盘了 然后在他发这个推特的时候 已经开盘散了多小时了 那个时候基本上是跌了有百分之一点几 可能不到百分之二 反正也是跌了不少了 所以他那时候就有点是很不爽 有点撑不住了 每一次股市大跌的时候川普肯定要发推 而且 大家不要看 有些媒体 我叫的他们是黑媒 就是说 不管什么事情发生了 他都是说 哎呀这个川普做的 这非常对啊 非常有手段 中国这是太蠢了 这总是选这个 很破的决策 很坏的决策里面选一个 所以不管发生了什么 特别是中美贸易战这一年多 我看一些黑媒 什么什么 我就不点名啊 不太好 总是这种论调 也就是说你一看这个标题 你就知道他说什么 我不希望做到这一点 所以呢 我可以给大家明确的说 川普他并不是像这些黑媒中说的 哎呀非常雄才大略 或者说非常有战略眼光 非常有这个深谋远利的人 不是的 他就是一个商人 就是跟毛主席多年前说的什么样的 就是说你对敌人 特别是对中国来说 你在战略上要藐视他 在战术上重视他 这也是为什么我之前做的那个贸易战的那个视频系列中 说中国对美是有一个非常稳定 非常长远的一个战略的 美国有没有 也有 也有一个战略 我那个视频中也说了 前几十年都有 但是川普当选之后 就没有一个战略了 他就算绝对有一个战略 但是现在更多的是一种战术上的 小的一些技巧上的一些调整 川普是一个商人 他不可能跳出他一辈子都经商的这个局限性 他没法就是像政治家那样 做到比如说两面三刀啊 或者说喜怒不清一色啊 或者说跟很多盟国几十年如一日 或者几年如一日 进行一个大的对中国进行一个围剿啊 他不是这样的 他整个内阁也不是这样的 他之前的内阁有不同声音的人 全都走了 要么被他直接开除 要么就是人自己辞职了 所以现在只有一种声音 川普的内阁只有一种声音 很多人说就是一群马屁鲸 包括副总统 包括国务卿 包括什么国家安全助理 这一群从来就没有打过仗的人 还非常想修理这修理那 想打仗的这些人 现在只有一种声音 而川普 他的是喜怒行一色的 每一次从中美发生贸易战以来 一年半多了吧 每一次股市大涨 涨得很好的时候 就得意忘形 开始在推特上 开始推捧自己 说自己这经济搞得多好 什么的 完全把经济当成自己的功劳 然后说我们这个 我们赢 赢得非常大 然后这个中国要不行了 经济 然后每次 如果大跌的时候 我看得很清楚 每一次股市大盘跌得很厉害的时候 比如说跌超过2% 他肯定会在推特上发 这个时候一般就是骂美联储生息了 或者就是 示弱了 就是说我们那个跟中国 我们准备 就是推迟给中国加的关税 或者说 习近平是我非常好的朋友 然后就开始夸中国说 我们还在谈判什么的 今天他发的是什么图 我们一起看一下 中午的时候他发的是 We are winning big time against China 就是我们有很大的胜利 对中国来说 Company and jobs are fleeing 这里他说的是 公司和工作都在从中国流走 Prices to us have not gone up And in some cases have come down 在美国呢 这个价格并没有上涨 甚至在有些情况下 价格还降低了 这个我个人来说 我没有感觉到 我实话实说 从贸易战开打以来 价格我没有感觉要上涨 我也没有感觉要降低 所以我不知道他这个 是从哪说的 China is not our problem Though Hong Kong is not helping 这个话锋一转就比较有意思了 也是他这个非常直率的 性格底线 说中国不是问题 尽管香港并没有帮助中国 这个就是暗指 本来是说贸易战 但是他提香港 很少提香港 但是今天提了 就是说敲打一下中国 说中国你们虽然不是我们的 主要的问题 因为他没法说是大问题 他如果说大问题的话 中国可能就不跟他继续谈了 那我们是大问题 那你就不要跟我们谈了 对吧 咱们你到时候该加税 就跟我们加 就一号加 所以他也是语气上 先示弱一下 说中国不是我们的问题 但是 还话锋一转 说还敲打一下中国 就是说香港现在闹得很厉害 他并没有帮你 你现在肯定也是中国比较头疼向的这个事 这个是可以理解的 然后他又接着说 Our problem is with the Fed 我们的问题是哪呢 不是中国而是美联储 这里我都给大家讲一下 为什么川普总是不断熟识敲打美联储呢 因为大家知道上一任的美联储主席 那个耶伦大妈 他第一任任期结束之后呢 川普也是早都看着了 他也不爽了 然后肯定要换他 美国总统你有权利来提名这个新的美联储主席 他提的就是现在这个Jerome Powell 也叫Jay Powell 翻译成鲍威尔 然后这个鲍威尔 他是什么时候第一天入职的呢 我记得很清楚 就是2018年的2月5号 为什么我记得那么轻 就是因为鲍威尔上任美联储主席那一天 美国股市大盘大跌了超过4% 是川普从2017年1月入职以来 或者说从2016年11月他当选以来 第一次大的跌幅就是那一天 就是鲍威尔 我们就叫他鲍爷吧 因为网上经常有朋友就说鲍爷鲍爷 鲍爷上任的那一天 美国股市大盘SP500跌了4%以上 这是非常大的跌幅了 4.1% 经济一路向上涨 2017年整整一年涨了非常强 非常强 而且比过去这些年奥巴马时期涨的都强 你看那个图的斜率就是非常陡峭 但是到1月底2月初 鲍爷上任一下子跌下来了 也就是从2018年2月开始 美国经济 起码这个股市就已经结束了 这个非常牛的这个状态 从那之后基本上就是震荡时了 一直震荡到现在 当然recession还没有到来 但是接下来可能一年 最多两年就会到来 关键点是他会在明年10月份 美国总统大选之前来还是之后 如果是之前来了 川普很可能就被选上去了 如果能拖到之后 那么川普有可能连任 经济是一个很大很大的一个指标 所以鲍爷上任之后 其实呢 很快川普就后悔了 而且这个不是说人猜出来的 川普心之口快 他在好几次接受这个媒体采访的时候 就说后悔提名这个鲍爷当美联储主席 为什么呢 因为鲍爷不听话 鲍爷一直都是说 美国经济过热了 我要是加息 因为大家知道 美国从08-09年经营危机之后 一下子利率基本上是砍到了零 然后一直到15年16年才开始往上涨 涨得很缓慢 那个老泰耶伦涨得很缓慢 但是鲍爷一直都是说 要加息 抑制经济过热 结果2018年 整整一年就加了四次息 美联储升息四次 一升息之后 马上就说抑制经济 股市就不会像那么过去那样 猛的往上涨了 所以川普很不爽 这很明显的 他甚至也动过 把这个鲍爷 就是解职的这个念头 而且他向周围的人咨询过 可不可以解职 他说川普说我是可以解职的 但是我没有这么做 就是说自己很克制 但是同时呢 这个法律也规定了美联储主席 他是可以完成第一任期的 你如果想换他 严格来说 你不应该把他解职 而是应该等到第一任期之后 你再提名另外一个人 就像川普对这个耶伦大妈一样 你不爽可以 他第一任期完了 你不要让他连任了 你换一个金的人 而这个鲍爷也是很牛啊 他就说我们这个美联储是一个独立的机构 是不受党派控制的 而且我们定我们经济政策 我们不能听总统的 他说的是很对的 确实不受控制 但是是不是真正不受总统影响 川普一天到晚的发推 就是说给这个美联储压力 就是说你应该降息 降息降息 肯定多少少也是有的 但是去年他没有降息 而是字字升息 然后今年顶不住压力的前一段 刚刚降了0.25% 这是过去十年来 美国第一次降息 降息之后 第二天还是第三天 七月底的时候 马上川普就说 贸易谈判谈得不好 9月1号对中国所有剩余的300个billion的商品 加10%的关税 这是不是一个巧合呢 我觉得不是 是因为美联储降息了之后 刺激经济 川普有底气了 所以做了这样的举动 就是说对华强硬 9月1号所有商品加这个关税 我在做那贸易战视频的时候 就到了这个点 这个计划感不上变化呀 上个周一 中国让人民币大贬值破期了 这是一个很大很大的问题 当天川普肯定也是非常非常发疯了 然后给国际这个货币金金组织抱怨 然后给自己财政部也施加压力 当然财政部听他的那母母亲 你就是这个川普手下内阁 你肯定得听总统 所以就是认定中国为汇率操纵国 结果到现在也没有 这招没什么用 然后这个给美联储 美联储肯定也不听他的 抱也还是很横的 到了现在今天 大盘又跌了3% 当然周一的时候也是跌了3% 所以又是连续两个大跌 川普今天终于忍不住了 所以就开始又开始对这个美联储了 然后我们接着看他推特 Race too much and too fast 说的就是2018年 你这个加的太快了 加的太多了 四次 一年加了四次息 我记得最清楚的是 去年12月中下旬 12月22日左右的时候 也是美联储去年第四次加息的时候 我为什么记得很清楚 因为那个时候我是在这个迈阿密开会 然后那个时候 其实从12月3号 中国和美国 习近平和川普在G20上会面 决定暂停贸易战之后 已经有将近20天了 尽管当时叫停了 但是因为他们在会面的当天 美国是使了小动作 让加拿大扣留了孟晚舟 所以这个消息一出来之后 马上美股就崩盘了 而且那次崩的是最厉害的 是一路下跌 跌到了Christmas Eve 到了最低点 跌到基本上整整20% 到了一个技术上 recession的定义的点 也就是说跌了20% 在20号左右的时候 其实已经跌了不少了 那一次美联储开会 就是说要讨论 是不是要再加息 很多舆论都觉得 现在股市跌得这么厉害 应该鲍也不会再加息了 结果我当时就是在 这个迈阿密市中心的 一个湖边散步的时候 我就也在关注着 一看马上鲍也还是决定降息 这个消息一出来之后 马上就股市啪啪啪往下走 大盘跌到多厉害的程度 我在走路过两分钟 看一下这个大盘 往下跌 跌一个点 再往下看 又跌一点两点 非常明显的 就是按分钟来记了 到去年的Christmas Eve 是跌到最低点 跌到了2350点 SP500 然后从那之后 就开始有比较强劲的上升了 所以 Trump一直在怼这个美联储 然后他推特又接着说 Now too slow to cut 现在你这个减息减得太慢了 Spread is way too much As other countries say thank you to Clueless J-PAL and the Federal Reserve 就是说很多其他国家 都跟这个Clueless 就是说没有任何 线索的 美联储主席 跟美联储在说 Thank you 非常感谢你们 就就是在反讽吧 And many others are playing the game 很多其他国家 也就在玩这个游戏 就跟美国在玩这个游戏 Create the Inverted Yield Curve 这就是另外一点的 就是说美国的短期和长期的这个利率倒挂 因为这个Inverted Curve 利率倒挂 其实就是一个非常强的一个recession 经济萧条即将来临的一个信号了 这个从过去40多年 每一次利率倒挂都会带来这个经济危机 从来没有一次是算过 所以今年也已经倒挂过几次了 今天也倒挂了 接下来肯定会有危机 但是平均的话可能十几个月 大概一年左右 利率倒挂到出现经济萧条危机 一般是一年左右甚至更多 所以并不预示着马上美国会有经济危机 但是肯定一年左右 或者一年多 最多两年肯定会有这个经济萧条 然后他又接着说 他说我们本来应该可以很容易的把这个很多的获利的东西来收获我们这些获利 但是美联储把我们往后拽 我们最终会胜利的 这是他今天美东时间12点多发推 然后收盘之后 跌了2.9%之后 他又发的推是什么呢 就是说前两天跟中国的一个电话呢 就是打得非常好 就是说他们被我加税了 然后还操纵他们的汇率贬值人民币 然后还大把的把钱往他们的这个系统中来扔钱 就是说通过操纵这个人民币汇率来抵抗我给他们加的税 The American consumer is fine with or without the September date 就是说美国消费者对于我是否九月份给中国加税是OK的 加也行不加也行 但是很多东西都会过来很多物品都会过来 通过我给他们一个很短的一个延迟 就是延到12月份 其实每次你说什么时候加这个税的时候 你都往后拖个几个月 少择一两个月 多择半年 就说话都跟放屁一样 一国总统 这怎么能这样呢 你说的多了 狼来了 说的多了 谁还信你啊 他还说是一个short deferral 其实三个多月不short了 It actually helps China more than us 他说我给中国延迟征税呢 对中国的帮助比对我们美国的帮助要多 也是一个惯用的占的便宜卖乖 其实也是担心自己老百姓不爽 这个物价上涨 but will be reciprocated 但是呢 这要是一个互利的 不能只帮你 也要帮我们 Millions of jobs are being lost in China to other non-tariffed countries 就是说几百万的工作 在中国已经流失了 而且流失到那些没有加税的国家 我知道呢 越南这次是在中美贸易战中 获利比较大的 因为很多像这些工厂 确实为了避税都到了越南了 所以呢 Trump前一段也觉得 越南占便宜占得太多了 所以也开始就是 说越南比中国还要邪恶 然后他又接着说 Soddance of companies are leaving 几千个公司都在离开 Of course China wants to make a deal 当然中国想 达成一个协议 每一次Trump都说 中国要比美国更希望的达成一个协议 但是从我现在的观察来看 明显的是Trump 美国更迫切的想把这个当作自己的一个政治的功绩来炫耀 所以他更希望达成一个deal 中国其实不着急 因为中国可以拖拖拖 美国不能拖 因为美国明年就这个总统选举 这也是两国制度根本不同造成的 两方的心态不同 Let them work humanly with Hong Kong first 开始跟香港问题挂钩了 开始拿香港问题来敲打中国 就是说让他们在这个香港问题上用更人道的方式来处理 I know President Xi of China very well 又开始就是说这个吹嘘自己跟这个习近平的私人关系 就是说我非常了解习近平主席 He is a great leader who very much has the respect of his people 他说他是一个伟大的领袖 而且非常受他们人民的爱戴 He is also a good man he is a tough business 他仍然呢 在这个非常艰难的这个环境之中 他仍然是一个很好的人 这个tough business 他是打的引号 说的是什么呢 就是说中美的贸易战 说我发起的这个中美贸易战 中国损失很大 所以这是一个很艰难的一个 问题 但是习近平仍然是好人 所以说即使敲打你说 你现在损失很多 但是咱俩私人关系不错 所以我们也许可以就是达成一个协议 给双方老百姓交代一下 然后他接着又写到 I have zero doubt that if President Xi wants to quickly and humanely solve the Hong Kong problem he can do it 说我毫无疑问 如果习近平想要用人道的方式很快来解决香港问题的话 他可以做到 personal meeting 这个是今天推特结束 两个词加一个问号 personal meeting 我们来一个私人的会面谈一谈怎么样 这个就是今天的川普发推的重点 就是说现在经济形势不好 我给你延迟加税 习近平咱俩好哥们 能不能见面聊一聊 看下部怎么走 所以这就是这一年多 川普发动对中国的贸易战以来 一向的手法 股市高的时候 涨得好的时候开始嘚瑟 说全市的空牢 一旦大跌了 就坐不住了 骂美联储 然后说这个贸易战 其实给中国伤害是很深的 但是我们能不能缓和一下 就说make a deal 就是达成一个协议 所以这个商人的本质 真的很难改变的 他不是政治家 所以大家不要再相信那些黑媒说的 这个雄才伟劣 特朗普总统 这就是上帝跟我派来了 美国人川普的粉丝都没有 像那些反华反共的黑媒 那样赤裸裸的拍这个 川普马屁的 但是这些以反华为目的的这些 黑的自媒体 大家都知道我说的是谁 我不会点名 这样不够耐 他们可以做得到 其实川普上台之后 对中国有什么战略 没有什么战略 从这个打贸易战就可以看出来 昨天美国媒体说的就是什么呢 中国在贸易战中又占得了先机 因为川普blinks first 川普先眨眼了 川普经常因以为好的一本书是什么呢 The Art of the Deal 达成协议的一个艺术 The Art of the Deal 他最因以为好的就是什么呢 极限施压 你可以想想 你跟那些小国施压他们 他们扛不住 但中国现在已经是一个庞然大物 已经是紧碎美国的世界第二大经济体 你也像你当初开公司的一样 欺负那些小公司极限施压 中国会那么快屈服吗 他就算想屈服习近平背后的14亿中国人 肯定民意也是不太愿意向美国屈服的 所以今天发的这个推 我觉得一切都已经很明显了 就像我过去中美贸易战这个视频系列中说的 过去的历任美国政府从尼克松开始 一直到奥巴马都是有明晰的对华战略的 但是川普政府没有 他只有一些小的小打小闹这些 像商人的战术 而且到现在为止 我觉得并不是很成功 对于美国来说并不是很成功 现在双方可以说是一个 双方都有损失 还在一个拉锯战 根本看不清将来谁会赢 而且将来川普继续打还是怎么打 主要还是看明年的总统选举 如果他真的选举之前没有来这个经济危机 他有可能连任了第二任 他就没有任何压力 可以更大的对这个中国进行贸易战的压力 但是如果他输的话 那他的继任者就很可能就得重新评估 这么两脉俱伤打贸易战到底值不值 而且我觉得中国的战术很清楚了 拖拖拖拖拖 谈了一年半了 谈了多少轮了 就不给你达成这个协定 明年总统选举之前也不会有的 如果经济萧条来之后更不会有了 那个时候川普甚至有可能结束这场贸易战 尽管他一向很嘴硬 他被迫结束贸易战 他也会说我们获胜了 我们获胜了 所以今天就先说这么多吧 也没有太多时间剪辑了 我尽快给大家发过去 好吗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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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